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沒有想說要給他們什麼體驗 我只想要陪伴 說實在我在我工作的時候 我給他們的時間都是破碎的 我希望可以跟他們一起生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有什麼不一樣我是不曉得的 但是我快崩潰了 沒有 說實在的 在這過程當中我發現 我很感謝老天爺 讓他們有彼此 我年紀跟他們是差那麼大 媽媽也是 可是他們差一歲 所以他們語言是一樣的 有時候妹妹在講什麼 他表達的時候 我是不懂 但是哥哥會在門當反應 今天爸爸媽媽走你以後 他們會感謝這個事實上有彼此 然後這一段路 更讓他們確定 他種一顆種子 他是慢慢發芽 我在佛倫斯的窗前 畫了對面的那一棟公寓 那我就把公寓畫完以後 然後我去煮咖啡 做完以後發現 我的公寓怎麼每一扇窗都會笑這樣 那是虧你畫 那時候我覺得 我們用畫畫在彼此溝通 湊把就在旁邊畫了一些秒啊 然後那個電線 有一些變成外星人啊是什麼這樣 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皮膚非常硬 然後我相信他們也跟我一樣 那有一天我們如果真的 不講話很久的時候 我真的希望在他們的桌子上 放一張我的畫 然後之後他又再畫一些他的東西 之後我們就很好 當他不是聽到說 要帶一家寺口出去 他那時候 聽到的時候 欸 我們出去辦 他就認住我 喔那你要跟玉君講 我就打電話跟玉君 欸 那玉君姐啊 我想休息一年 所以他是連續受精兩次 我想跟我老婆說 下一次環遊世界還要帶我去 因為 他是帶三個小朋友去環遊世界 我希望就是說 他們看《流浪日記》這本書的 一段話或某一個文字 或是某一個照片的時候 他可以短暫的逃離這個 很鳥的現實生活 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人生真的是 有時候真的非常苦悶 我希望你給人家快樂